搜水油地雷連環報 老字號的知名餅店也淪陷了 台北離際餅店呢 今年三月到六月販賣的芝麻肉餅 可能也使用到了搜水油 估計有上萬個都已經被消費者給吃下肚 而為了使用呢 百分之百台灣製的豬油 台北離際呢 還用了高於市價兩成的價格 向業者來買豬油 沒想到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 斗大聲明就張貼在台北離際的店門口 上頭還清楚寫著店內產品的用油情況 搜水油風暴持續擴大 北市衛生局調查強貫的下油廠商 佛城公司的銷售流向 突然發現有187桶是賣給知名的 台北離際以及聯想餅店 在製成芝麻肉餅銷售 七月初已經賣光 估計有上萬個餅都被消費者吃下肚 因為他這個產品到七月五號之後 就已經那一批產品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保存期限只有六天 所以其實所有的那個產品 目前應該就是說 已經都超過保存期限了 台北離際表示 這一批用到搜水油的芝麻肉餅 是在今年三月到六月間陸續銷售 當初是因為看到牆罐有多項的認證 標章 才以較高的價格向牆罐下油 浮成購買 沒想到竟然是黑心商品 覺得非常對不起顧客 老闆娘甚至流下委屈的眼淚 真的我是自信滿滿在跟我的消費者說 今天之後我要怎麼去說呢 真的沒有辦法面對 而消息一出 離際餅店客服人員接電話的手沒有停過 有民眾不放心把前幾天買的餅通通拿來退 店內購買的人潮也明顯變少了 台北離際說消費者只要憑統一發票數量 以及金額在營業時間內 都可以到門市辦理退貨 根據北市衛生局的最新統計 食用全統香豬油和醬香豬油的 北市食品業者或外縣市通報 販售到北市零售業者合計 共有四十一家 記者烏雅宇林國防特匯報道